各位,昨晚跟大家報告了 在美國那邊,在他們的星期六下午 有一個18歲的白人槍手在紐約州那邊 開槍,殺死了10個人,加上上了3個人 事隔,我想24小時左右 就在加州這一邊 即是紐約州在美國的東岸 現在就是美國西岸那邊 也有一個槍手在教堂裡開槍 造成一死五傷 超越了4個人的受傷 所以這也是另一種大型槍擊事件 現在槍手已經被教堂裡的人 捉了,以及將他的手反綁 即是腳後反綁,綁成公字形的形狀 讓那些負責緊急事務的人來處理 目前的資料知道 在他的教堂大約是下午1點左右 發生槍擊事件 而發生的地區也是一個教堂區 那裡有天主教堂,有路德會的 有其他教堂在這裡 包括一個猶太教的教堂 無論如何美國的槍擊事件 這些大型的事件 真的發生太多太多太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